最后一行 9点48分 来 看这句话 男人渴求女龄 男人渴求女龄 因为对深处的无意识而言 它代表了那些全我的其他特性 一方面 潜引不显 一方面又挣扎着想要释放出来 这两者之间的张力 使得它以创造性来缓和攻击性 或攻击性的 或创造性的利用攻击性来情化现 所以跟刚才我解释的 第一个 人间的爱情 我们这样讲 爱情伟大到几乎像神话 在男女的爱情当中 你几乎把对方当神明一样的膜拜 所以为什么对男人来讲 他陷入爱情的时候 这个女人会变成他的什么 女神 有没有 对女人来讲 当你真的崇拜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会变成你的什么 男神 所以一个男人对内在女灵的渴望 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你想要回到你的佛性 各位听懂没有 一个女人对男灵的渴望 也代表了你们想回到全我 所以刚讲 男人渴求女灵 因为它代表了全我的其他的特性 一方面隐藏着 一方面想要获得释放 而是两者之间的张力 使得你能够创造性的来缓和攻击性 或创造性的利用攻击性 各位因为男人一般来讲 他有什么 阳刚 有没有 比如说像女人一般而言 对孩子就比较有耐心 慢慢磨慢慢磨 男人早期的男人就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女人吵架在街上就骂啊 男人吵架怎么样 就打架啦 所以男人有没有比较冲动 攻击性比较强 所以当男人跟女灵开始连结了 他会怎么样 用他的创造性来缓和攻击性 他会比较多一点包容 那大部分的男人都要到当爷爷的时候 有没有 你看小丸子的爷爷有没有包容性很强 有没有 每次都陪小丸子去做一些 有空没顺的啊 小丸子的爷爷有没有 所以男人到年纪大的时候 那个童心会出来 他就不是那么的 男性荷尔蒙有没有 所以很多男人为了女人争风吃醋 有没有 就可能会甚至是泄斗啦 会打架啦 所以如何创造性的利用攻击性 是男人很重要的功课 其实这些象征与人类所卷入的奋斗之间 有很深的关系 来各位 再次再讲人类意识的起源 好 如你所知的你的意识 你目前的特定的这种意识 是有一种特别的张力 一种由全我的真正无意识里 升起来的特定焦点 所带来的知觉的一个声明 来 再次讲到我们的诞生 所以 男性背后的女灵 代表了你的全我的诞生 女性背后的男灵 代表了女人背后的全我 所以在世间 我们被区分成什么 男性跟女性 所以男性跟女性 不断的在什么 追逐 有没有 形成家庭 亲子 爱人 追求爱情 各位 于是这个张力 最后在 干嘛 最后我们现在回到谁 全我 最后我刚刚讲了 所有世间的男女的爱情 最后通通是幻象 它其实是回到什么 全我 各位 可是当我说 它是幻象的时候 你能说它是幻象吗 不行 你得去经验它 各位 甚至我常告诉大家 你总要有一辈子 去爱得死去活来吧 你没有爱得死去活来过 不要跟我说你来过人间 你来干嘛 各位 听懂了没有 你这辈子从来没有 爱得死去活来过 爱到什么都不管 台湾话叫爱到更串事 各位 不要跟我说 你来过人间 你从来没有因为爱 而不顾一切过 不要跟我说 你当过人类 各位 听懂了吗 当然我这里的爱 爱不只是男女之爱 还包含亲情 各位 你从来没有因为爱 而不顾一切过 你从来没有在爱当中 奋不顾身 各位 不要跟我说 你来过人间 因为我刚讲了 其背后是人类意识的 伟大的创造力 伟大的创造力 所以各位 佛性有没有包含爱情 当然有 那是后来的修行人 眼睛业障众不知道而已 各位 听懂我第一次吗 当然有 因为爱情的背后 就是人类全我的起源 非常非常密集 感谢观看 您能不能够 您能够留下 您能够留下 我们去托尾身 再请您 对 首先 您能够留下 您您干 您能够留下